上北转 北北溪在移动 暴风圈还是笼罩着台湾 台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 东部陆地 北部地区 以及中南部山区 要提醒的是 十六线市还是在 豪大雨的特曝范围 台风的最新动态 我们来掌握气象局的说明 目前台风还是个中度台风 但是七级风暴风半径 稍微缩小到180公里 我们也预估未来会向北的方向移动 在未来几个小时 还是影响我们 由于它的移动 南头和东南部海面 已经脱离影响 所以目前我们海上警报区 是北部海面 东北部海面 以及海峡北部 陆上警报区是花莲以北 和台中以北的地区 从它过去的实际运动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中午十分前后的时候 台风中心事实上 受到地形的影响 有稍微望我们地形 东北较偏移的现象 不过中午以后 又往北北东的方向移动了 这两天已经观察到 长浪的现象 提醒大家到明天 都有长浪的行形 另外海面上的风力强劲 我们的浮标观测显示 北部海面有六米的浪高 其他个海面有三到四米的浪高 所以今天 明天两天 海面上最后活动 要特别的小心 至于陆地上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雷达资料 从雷达资料上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参数台风的特性 它的风与结构 是集中在环流附近 尤其强风 是集中在中心附近 那么在它通过的过程中 我们目前观测到的阵风 在下午的时候 基隆北海岸的阵风 已经从八级增强到九级 另外新屋和马祖的阵风 也增强到八级左右 但是提醒大家 今天强阵风现象仍然会出现 我们预估在基隆北海岸地区 绿岛南雨地区 还是会有十级以上的强阵风 北部沿海地区 大台北地区 东半部沿海 恒春半岛 南部沿海 澎湖和马祖 仍然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这部分提醒大家多留意 至于所下的雨 从昨天开始 我们知道整个东半部地区 是下雨的情况 而随着台风逐渐向北移动 今天凌晨到目前为止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雨区的扩展 以及往西部 往北部扩展 凌晨到目前为止 所下的明显的降雨 在宜兰的平地 以及苗栗以北的山区 有一些都出现 100毫米以上的降雨 那就以降雨情况下 我们再来回到雷达回波 雷达回波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台东 花莲 宜兰的降雨 已经明显缓和起来了 也提醒大家 今天到明天 台东会有焚风造成的高温现象 而台风的环流 它带来的云气 一波二波 仍然移入北台湾 预估到晚上 北台湾地区 还是断断续续会下着雨 有时候雨是大 另外环流 顺着我们的山脉 也有一些云气 在山脉形成 所以中南部山区 也是断断续续下着雨 平地的雨 看起来稍微少一些些 但是也是断续有雨 做过去所下的雨 在新竹山区 南投山区 新北和台北的山区 有出现50到70毫米的石雨量 也提醒大家 将下雨的过程中 还是会有些瞬间的强降雨 目前气象局发布好雨特报 提醒大家 除了昭化到台南的平地 和花莲以外的其他各地 都可能会下局部性的大雨 尤其在基隆北海岸地区 新北市引南一直到南投的山区 会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当然这个豪雨特报 我们会随着台风的移动 滚动更新提醒大家 至于未来的天气形态 我们预估今天的台风 逐渐在向北移动 那么今天晚上 到明天早上8点这段时间 在台风逐渐北移的过程中 中部北部的降雨 到深夜以后慢慢缓和下来 但是也可以注意到 由于西南风的影响 所以南端陆地 甚至中部山区 有比较多的降雨 那么明天 我们受到台风外温环流 甚至带来一些 一些新南风的影响 所以中南部地区 和恒川半岛 仍然会属于 比较断续下雨的天气形态 而且容易出现局部性的大雨 依旧提醒 我们现在还是在大潮期间 所以沿海低洼地区 可能要防击水吸淹水的状况 而台风仍在影响我们 北台湾及中南部的朋友 还是要特别的注意 以上是这节最新的台风动态说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